文王国动态是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,是黄土军校学生口中受人尊重的师母。 蒋宋连英后,他被安排到美国留学,后来一个人孤独的在香港生活。 1971年,他被人发现在公寓里居士多日,台湾返逊派了一名招商局长,来帮其处理后事。 这位命运坎坷的蒋夫人,就是陈杰如女士。 陈杰如,1905年出生,就江宁波人,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。 林阳,蒋介石的儒夫人,黄浦军校学生的师母1919年,蒋介石在一次偶然中碰到了还在上中学的陈杰如。 当时,陈杰如只有13岁,但是显得比较成熟,和蒋介石的结拜大哥张靖家的女儿是同班同学。 蒋介石看上了陈杰如后,所动成母将女儿嫁给了她。 蒋介石与陈杰如的婚礼,于1921年12月5日,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,张靖江是正婚人,十年蒋介石34岁,陈杰如15岁。 婚后不久,陈杰如随丈夫回到凤化老家祭祖,并结识了蒋的前妻毛事。 蒋随后陪陈在故乡四处游览,二人感情略深。 1924年,黄浦军校成立后,蒋介石担任校长。 陈杰如常陪伴蒋介石左右,因此,黄浦师生都认识这位校长夫人,如胡中南,陈庚等人,都尊称其为师母。 陈杰如为人比较随和,和孙中山夫妇,周恩来等人关系都比较深,最难门可贵的是,陈杰如和彼此极小不了几岁的蒋经国关系也很好。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,蒋经国在苏,连生讨父亲,学费基本上都是找陈杰如这位小妈要的。 这段时期也是陈杰如一生最快乐,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。 02,蒋宋连音,远走美国1922年,在宋子文家的家庭聚会上,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美玲。 为了拉拢财政事例行后的江浙财房,和孙中山喷上亲戚关系,蒋介石向孙中山提出了想取宋美玲的想法。 孙中山征求宋庆龄的意见,宋庆龄不平地说,蒋介石不是已经有两位夫人了吗? 吉毛福梅和陈杰如,于是,孙中山只得作罢。 1925年3月,孙中山去世以后,在宋家大姐宋莱玲,孔祥喜夫人的出贺下,蒋介石和宋美玲,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 宋庆龄和宋子文极力阻止这门婚事,宋庆龄甚至恶狠狠地说,宁愿看见妹妹死去,也不愿意看见她嫁给蒋介石这种人。 但是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实力下,这些反对显得苍白而无力。 为了扫清蒋松联姻的障碍,蒋介石首先在解除与三位妻子的婚姻关系,八七毛福梅友,二七陈杰如,三七姚仪成,蒋伟不扬母,蒋介石和陈杰如感情最深,也最难割舍。 最后不得不出动张敬将这样的国民党元老,以为国家牺牲为晃子,才将陈杰如送到了美国留学。 1927年12月1日,蒋介石与宋美玲结婚,先寻仪式,在宋展游博士主持成婚,四日在上海大花饭店,牛正婚。 而此时的陈杰如,正坐在开放美国的轮船上,无限惆怅的缅怀王室。 03,短暂相聚,回断香港1944年,宋美玲因为公事常飞往美国,回国后的陈杰如,又和蒋介石走到了一起。 蒋成复合的消息,传到宋美玲的耳朵以后,这位蒋夫人醋海星波,赶回重庆抓奸。 当宋美玲发现了床底下的高跟鞋后,直接吵起来,往蒋介石头上甩。 于是堂堂的国民政府奖委员长,就在当年六月,没有上战争的情况下挂了踩,不得不取消了几个元婉要召开的重要会议。 这种情况下,陈杰如自然无法再待在蒋介石身边。 于是在蒋的安排下,赴上海定居在蒋介石的亲县吴中信家里。 新中国成立后,陈杰如被邀问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。 1961年,经批准陈杰如改名陈禄,赴向港定居。 将经国文西后,特为他在九龙墨大老道,买了一套宽敞的豪华公寓,赠给上海母妈,作为养老的安乐窝。 1962年,蒋介石七十五岁时,曾派戒几桃之子,秘密送一封亲笔献给陈杰如,信中说,劳西风雨同舟的日子里,所受造福,未尝虚于俱怀。 1967年,他在教授与蒋介石的英文教师的协助下,完成自传稿,纽约一家出版公司有意出版,但将家出钱收买,该书为个问世。 1971年2月21日,好几天不见陈杰如出门的朋友感到异常,倾索将打开公寓门,发现陈杰如已经去世多日,享年65岁。 临终前,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道,出了心中长期的机遇,三十多年来,我的委屈为君之之,然而,为了保持军等国家荣誉,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台湾文讯后, 派了一位招商局长来香港,协助陈杰如的养女陈姚光,代理了后事。 陈的骨灰被迁往美国安葬,2002年由陈姚光女士带回上海,安葬于上海不受缘。 陈的骨灰鸡霄acking 陈的骨灰 本来๊ Сän